Hello 大家好 我是彪哥 今天给大家开一条 本人认为比较适合生吃的一条火腿 因为风干发酵接近三年 火腿基本上已经成熟 而且底标只有一只 是一个特别秀气的偏瘦型火腿 但是萱维农家低盐火腿 外表风干的在硬 它中间的肉质都是软 所以一般萱维火腿 我们都没有生吃的习惯 偶尔偷吃几片 基本上都是表面这个部位 我来到扶椒 当地家里每一位 你们都知道 我想像一只 有一只一只 我给大家做一点 我可以说 这个是在习惯 届子 找不地 莫贵 那是 这是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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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大家喜欢生吃的朋友 就是建议大家 像整块或者整条火腿购买回去以后 表面这些尝试部分生吃 然后其他部位还是该炒炒该断断 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有什么不懂或者需要问的 还是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关注标哥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关注标哥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